拿鐵 你們有沒有不是加鮮奶的選項 有啊 要不要試試看 我們新的生鹽後拿鐵 它是用鹽奶取代鮮奶 好啊 萬一我要一杯 好 你也跟我一樣有乳糖不耐症的問題嗎 現在咖啡 拿鐵呢 也有不加鮮奶的新選項 香醇咖啡加住兩個小時 先壓冷炸的鹽奶 由乳糖不耐症的民眾 喝了不會糟糕 自己也會改成燕麥奶 一方面也是因為熱量的關係 而且燕麥奶素食好像也可以 以前很喜歡喝鮮奶 那後來可能壓力的問題 乳糖不耐症 燕麥奶或是椰奶來替代 對 可以試試看 奶類飲品吹起了植物奶旋風 像是85度C以後椰奶取代牛奶 路易莎則是推出燕麥奶 超商也跟上這股熱潮 像是7-11全家也都陸續推出燕麥奶拿鐵 而最多選項的則是星巴克 提供低脂牛奶 豆奶 椰奶 燕麥奶 杏仁堅果奶 提供給顧客替代牛奶 那一些比較年輕的族群 那或者是有乳糖 耐症的人他們才會詢問 我們一天不去才賣出500倍 而植物奶外觀基本上和牛奶一樣 光看是看不出來的 店家通常都會另外列出 有加植物奶的品項 或是由店員特別介紹 方便顧客選擇 熱量最低的應該是杏仁奶 我是算 熱量算很細的人 可能比較忙 到中午才能吃飯 我要補充熱量 我就會用牛奶 國健署曾經做過數據 高達7成的台灣人 是乳糖不耐症的體質 不少咖啡店業者 推出添加植物奶的飲品 錯過占拿鐵品項的銷量 至少百分之十 TVH 李正成 陸維新 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